阿美甲未來 何度でもずっと 喉嚨つくこの 間違いだらけの世界の中 君には笑っておした 人氣日本團體由ASOBI唱紅多部動漫主題曲巡演 即將在1月份來台 28日一開賣2000張門票一秒完售 本私為了想見偶像祭出其招 球票社團網友發文收門票 強調配合到護震事務所改名 就是因為踩的是實名制購票前得填妥身份資料 沒想到許多人囚禁場竟說 要把名字改的跟原本持有票券的人相同 破解實名制 不少人也對於演出選在僅能容納2000人的ZAP很疑惑 其實ZAP是日本連鎖Live House的品牌 母公司是索尼音樂娛樂 而USOBI就是日本索尼旗下團體 巡演也都是選在ZAP的場地 這次工作人員硬體設備都可以直接移植到台灣 省掉許多不必要的預算 在UASOBI專場之前 也會在12月3號的簡單生活節演出 月輸三天的音樂節門票一開賣3號的場次迅速玩秀 天團降臨一票難求人氣在台也持續發酵 TVBS新聞李國正宏 天一台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